而且不僅消失了那一刻的平靜 星期六和星期日 我們見到的示威遊行 接著發生的是一些升級了的暴力 是一些已經不是就這樣丟一些雜物 或者丟磚 而是出現到用一些 根本上有致命風險的武器 去襲擊警方 去丟一些汽油彈 對著警察 或者一些警車 亦都是肆意破壞在當區裏面的一些商店 這些升級的暴力行為 是越演越烈 暴力是不可以解決問題 暴力更加不應該被合理化和美化 而我們亦都不是會採取以暴逆暴的方法 我們會用法治的手段 來到為香港盡早止暴制亂 希望香港社會早日回復 秩序和平靜 這個不但有利於對話的開展 亦都可以我們處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 因為現在 就是特區政府對於暴力行為 是零容忍 這個是不分政見 不分背景 不分顏色的 所有暴力違法的行為 特區政府和警務署都會嚴正跟進 而在任何部門 政府可能會有更多的 以為我們會有更多的 一些影響